为保平安度过九十大庆 中共当局出面叫停 左派网站乌有之乡 发起的公诉 新子林和毛鱼氏的活动 而毛鱼氏也被当局勒令 不得再公开谈论毛泽东 作家铁流指出 最近和尚唱红歌的情景 好像文革在线 他打算建立一个网站 推动民间披毛 在左派乌有之乡网站 发起轰轰烈烈 公诉新子林毛鱼氏的战斗之后 一批当年受迫害的老右派们 针锋相对发出 起诉毛泽东的签名活动 其一前夕 中共当局对左右两派发出警告 各方暂时掩齐息鼓 乌有之乡从首页撤下公诉文章 同时要求老右派们 也停止起诉毛泽东的签名活动 而毛鱼氏与美国之音约好的访谈 也被警方阻止 据美国之音披露 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 同步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原本邀请毛鱼氏参加北京时间 6月29号晚上9点的一个直播访谈节目 讨论的话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 但临行前 毛鱼氏突遭警方探访 因而滞留家中未能赴约 他们说不要打口水仗 其实他们没有道理的 他们要求我不要再谈毛泽东的事 因为他们跟乌有之乡也不谈了 这个我可以同意 但是不让我去参加这个做节目 这是没有道理的 铁刘透露 高层官员找他谈话 表示批毛挺毛派之间的争斗 对国家对社会都不利 乌有之乡公诉新子林毛鱼氏 右派起诉毛泽东 当局都不会受理 只是一场口水仗 弄下以后当局很难处理 比如说公诉老公诉新子 他手里了 那么肯定就是个法律人进行验论 所以让人对他们对毛利的这种 更不利 像对他们的这种 这种行算很更不利 事实上来下去 对这个起义九十年大型 可能是没有个好处的 所以当局还对他们两天 对他们的这种行为 但是把事情处理下来 毛鱼氏指出 国际共产主义催生了中共的诞生 但是后来证明这条路走错了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思想 而事实上 现在中共党员们 包括中央领导都不相信共产主义 对于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 和建国六十二周年的历史 毛鱼氏认为 反右三年灾荒和文革是大错误 造成了几千万人的死亡 改革开放不错 但是现在特权和贪索问题越来越严重 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取决于老百姓是否满意 事实上他的合法性是由于改革开放成功 不是由于老文革 也不是因为弱势人 而是因为改革开放成功 不是因为执行了原来的路线 如果还执行原来路线 那早就倒台了 他要是进行政治改革 变成一个民主的政府 他还是有合法性 所以这对话就很危险了 中共宣传部门最近掀起唱红歌 看红剧的热潮 甚至和尚尼姑和基督徒 都被迫唱红歌表忠心 令人联想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 毛泽东时代 铁流对此表示担忧 他透露 他打算建立一个网站 推动民间披毛 警惕中国向左转 新唐人记者秦雪 周天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